结婚几年了 四年了 结婚四年了 今天是想说说你先生是吧 是 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 结婚前他承诺给我的事情 后面他都做不到 甚至我觉得婚前的有一些东西 都带有欺骗的成分 我真的觉得他在骗我 但是他始终不承认这件事情 我们俩是相亲认识的 那个时候我是怀抱着 我想要找一个稳定的人 构建一个稳定的家庭 我希望我能够跟我的丈夫一起去 抚养我的小孩 因为我小时候是 爷爷奶奶照顾我的 所以我非常的渴望 我以后能够和丈夫一起 共同送小朋友上学 开家长会 虽然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工作 但是那个时候他跟我说的是 以后我们可以一起 至少我们可以去接父母的班 不是这都乡上了 还不知道什么工作呀 其实就是因为是熟人介绍 我们父母那一辈的说 可能就是家里的情况 大家都挺了解的 所以就是我们两个人 可能也就没有沟通的这么细 我家里我父母是做生意的 做服装生意的 然后呢是想接他们的班 也想跟着他们一块做生意 但是后来我尝试过 就是跟着自己父母 去做生意的那种感觉 就是自己家里人 给自己发钱的那种感觉 它并不好受 后来我就跟着他们 干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直接跟我妈说了 我还是愿意自己去闯 所以我就放晴了 跟父母一块做生意这件事情 那就等于就是说 没有承诺他说的 跟父母干 跟那个在一块 结果我就自己出一闯了 去往外地 干啥去了 做自媒体 垂哪个呢 情感段子 你是拍那种情侣的吗 那种情侣的 跟人讲故事那种 那你的情侣的那个搭子是谁啊 女主 不一定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看我马上又找到重点了 是吧 这就是重点吧 你看他做什么 是情感类博主 这个东西跟我的稳定 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你别说情感类 但凡你当时跟我说 你要去做自媒体 做短视频 我就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们当时是在婚前协定的是吧 婚后他去做了短视频博主 是的 婚后 对 结婚多久他去做的 一年多吧 所以是从恋爱到结婚这段时间有多长 恋爱到结婚是一年半 中间还有一次啊 我们俩相亲 因为我们俩在老家嘛 我在老家工作 做老师 老家是哪的 浙江温种 然后他是在外面的 但是当时他跟我说是在外面开公司 真不是短视频 是公司哈 然后呢 我们俩就相上了 好了一个月 我要留在老家工作 然后他就回石家庄了 回石家庄 一两个月 就给我起分手了 他一定是在石家庄有事 他必然是劈腿了 他总是说要把我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就觉得这件事情我对不起他了 但是在我看来 我根本就没有对不起你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 没有错吧 相亲 如果说我觉得双方不合适 那我及时都告诉你 然后我开始了自己一段新的恋情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吧 然后我是开始了自己一段新的恋情之后 我才发现 我发现跟西丘在一起 才是可能更适合我的婚姻 所以我跟后来那个女孩子也分掉了之后 我就重新我回去找她了 您知道为什么她选那女孩不选我吗 因为那女孩家里有钱 真的 我们家是很普通的 然后包括我的教室工作 我都是很普通的 我们家里没什么的 但那女孩家里条件真的非常非常好 就真的是因为那女孩家里有钱 行吗 反正那就是说她高攀不上 是啊 然后她受不了人家那公主病 然后回来找我了 所以你还接受了 就我笨嘛 我觉得我认得 我真的是很笨 哎呀 那咱就 咱就别往回倒了 生活往前走啊 有啥呀 对吧 结婚之后呢 老师我们结婚四年了 是不是该有个小宝宝了 然后我想要一个稳定的家庭 我之前讲了 我希望稳定的家庭 但是她给不了我 她在石家庄追求 追求她的那个短视频梦 想要 然后我在石家庄跟她租着房子住 我的工作也不要了 我跑到石家庄去跟她一起 所以你们结婚之后 你就到了石家庄什么 结婚之后异地了一年 然后我到了石家庄 我在石家庄 我们俩的收入 实在是比较的微薄 嗯 就是我非常希望 我现在非常希望什么呀 就是你不要在石家庄做自媚片 你给我回老家 我回老家 我继续当我的老师 我工作虽然没有很高 但是我在老家的工作 加上你在老家 你找一个轻松的 轻松的工作就行 然后我们在老家 有房有车什么都有 小孩都有父母帮忙带 我们就能在老家过上 比较好比较安稳的生活 但是你在石家庄 没有房子 然后小宝宝生了以后 谁给我们带 就他就没有为我们未来考虑过 我回去我就问你一句 我回去我干嘛 我这么多年 我所有的资源也好 人脉也好 我现在都在外面 你让我现在回家去 我干嘛 是可能比较 最基本的那些工作 我能找到 但是我没有任何资源 我一个月拿了三四千块钱的工资 没关系 我养你 我工资够的 我在明办学校当老师 我工资绝对是够你 养你养我的孩子 行 我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 比较好的环境 你可以说您养我 但是不好意思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没有办法接受 让一个女的来照顾我 还好双方我是带孩子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回去的话 是 你挣得多 但我没了呀 但是你比我多的那一点 也不够我们在石家庄买房子 然后小孩谁带 你都不考虑这些事情吗 你说啊 小孩可以 我爸妈是不愿意帮忙吗 还是你爸妈不愿意帮忙 你爸妈在山东啊 生意不要了 在石家庄过来帮我带小孩吗 你生完之后 孩子可不可以让他们帮忙带 我们继续挣钱 那那我在哪 我是在石家庄还是会回老家 还是上去山东 你要是嫌我们挣得少 你可以回老家 我不介意 如果你要是觉得我们真的可以 你可以在我身边 如果我跟你异地 小孩跟我在一起 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 那我们现阶段 那是不是总有取舍吧 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四年又这么渴望有孩子 有过孩子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孩子 女孩子不容易怀孕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吗 没有很可耻 是我不想给你生孩子吗 还是我不想要小朋友 是我不努力吗 就是我们等一等 等一等不行吗 你看从我们开始有计划想要宝宝的开始 一直都是你在想 我也都去配合你 该去做检查也好 我也做去做检查 一开始检查出来的时候 说是我有问题 我吃了差不多也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的药 我再去做检查 我没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 我就觉得 可能他有什么问题 可能没检查好 他再去检查 他身上的确是 有三个问题 都容易导致不孕不孕 那别人一个就已经是很难了 他还三个 而且发生了这个事情 说句实在话 无论是我父母 包括我 说实在的 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情 说对你有一些不好不好的看法 我们该怎样还是怎样 但是你每次总是着急地要小孩子 我就说了嘛 孩子都还没有 你就开始天天规划的 要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要怎么样怎么样 动不动就拿这件事情来压我 我很累的 我没有要怎么样 我对我现在是还没有 但是我们在做试管了 我们已经成功地去冷冻了十一个了 我很快就会有的 真的是 今年没有 明年后年就会有小朋友的 但是有了小朋友 谁替我带小朋友 我小朋友在哪里读书 所以你放松啊 我似乎觉得孩子这件事情 已经把你们的生活压垮了 你给自己的未来设定了一个 叫抓不住的东西 对吧 你能不能先放松一下 放松下来 我想知道你跟他在石家庄生活的这些年 你快乐吗 你们在一起三年快乐吗 奶头乐 就是很 就是很 简单的快乐 非常简单 我最终想要的快乐 不是这种简单的快乐 我想要有一个 安定的幸福的家庭 就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是 爷爷奶奶照顾我的 但是我不想把这个东西说 我爸妈没有做的不好的 就是生活所迫 没有办法 就是得这样 但是到了我这一段 因为我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 做一个老师了 我就是希望能够给我孩子 至少是一个相对有父母陪伴的 稳定家庭的 安稳的一个 不是这个家庭的稳定 在你的这个概念当中 就是爸妈在一起 就叫稳定 是吧 我妻非常渴望有父母的陪伴 非常渴望 非常渴望 除了这个稳定标准之外 财富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准 我不是说大富大贵的那种 我真的可以就是你回家 你跟我回老家 我去明拜学校做一个老师 我们俩家在一起 因为我们有房子 有车子 家里小孩有人带 然后我们一年有个二十几万 这样我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回应他那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就是那是你要的生活 是啊 他提了一个问题叫 那我在哪儿 但是他骗我呀 他以前没告诉我 我是 最后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没告诉我呀 他骗我 他真的是骗我呀 你还是不理解吗 后面发生了这些 都是当时未知的 我怎么能算是欺骗你呢 我明白了 男生觉得我没有欺骗是 我曾经是有一个稳定的 因为我跟我爸妈做生意 就是稳定的 对 后来我干不下去了 我想自己闯 我想自己闯 我的生活目标变了 所以生活发生了扭转和变化 这是男生的逻辑对吧 女生就觉得这样是他骗了你 是吧 因为他去做短视频 去接触一些异性 我在他的手机里 翻到了他和其他异性 接吻的照片 是的确是 而且这个我跟他说过 这是我去拍那个 模特婚样的时候的照片 我还兼职了模特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跟这样的人结婚 绝大多数女性 她还是绝无法忍受 自己的丈夫在外面 跟人家拍这样的照片的 所以为什么不选择离开她 我想啊 想过很多次啊 我从结婚第一年开始 我就后悔 中间挣扎了很多次 但是我爸妈跟我说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我愿意再跟他试一试 因为除了这个问题以外 他这个人是比较好的 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地方 包括他的父母 我非常的感激他的父母 我觉得离了他 我可能找不到 这么好的公公婆婆 所以我愿意再试一下 再给一些机会 所以就坚持到了现在 就是他现在所从事的职业 让你感觉到 婚姻是有危机的 这是第一对吧 第二 他现在所从事的职业 让你们不能有 你想要的那种生活 这是第二 所以如果想 让这个婚姻好的话 在你的心里好的话 他要放弃他现在的职业 对 但是对你来说 是不愿意的 对吗 我不愿意 因为我要是放弃 我没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说有更好的选择 我可以去尝试 我可以愿意为他尝试 但至少现在 截止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没有更好的选择 现在我做的事情 这是我目前我们两个在一起最好的选择 不 这是对于你来说最好的选择 好 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 你们俩是在家里也经常为这个争吵吗 就已经吵到 吵不动了 吵累了 我就 就是当做自己看不见 先 回一回这个问题 其实我有个想法 我很想要小朋友 如果有了小朋友以后 他还是这样的状态的话 我可能 我受不了的 我要我要小朋友 然后我自己回家 我可以自己带孩子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 是 他自己都规划好了 他希望有了孩子以后 再跟我分开 你这也受得了吗 我肯定接受不了 但是我就是 我没有办法理解 我希望他的观念想法改变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真的挺好的 而且我现在是处于上升期 你说的那些问题 我觉得 随着我的收入 如果说我可以挣得更多的话 你担心的那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我这么说吧 现在我每个月挣来的钱 我要给他上交七千块钱 我还要承担 整个家庭里 所有的房租也好 水电万七八糟 那个杂七杂八的费用 都是我来承担 每个月七千多块钱给他交着 他还是觉得我不够容易 还是觉得 就觉得 觉得我挣得少一点 我跟他走 只有觉得他跟他回去 挣得才是多的 我怎么做 他都是觉得我还 我还差 我还差 但是说实在话 我真的已经很累了 而且现在孩子还没有 我们还有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 你为什么不选择相信 我觉得 我可以说挣得更多 或者让生活变得更好 就是你打算玩到什么时候 就短视频里 我没有想玩那个 不是 这个玩的意思 有尝试的意思 也有继续干下去的意思 也有放另外一种心态 来从事一件事情的意思 他不仅止玩票 你打算在还玩多久 只要这个行业能够 能够让我持续玩下去 能带来持续的收入的话 我是愿意扎根下去的 它的核心点 其实就是一定要 跟我在一起 两个人就绑在一起 不能分开 我听得懂 人家就不放心你吗 不相信你吗 是不是这个核心 对 他就说他没有问题 他跟所有的异性 都是正常睡觉 那你觉得这四年下来 他能不能被你信任吗 他都手机都不让我看的 就是我一年看他 真的只看过三回 他都会跳起来的 就是锤门的那种 我从来没有说不让你看 我说句实在话 我的手机密码你知道吗 忘记了 换过一次 忘记了 OK那是你的问题 我给过你 我也允许他看 但是我发自内心的 我跟他说过 我说每个人之间 最起码要给对方一点 最基本的隐私吧 你可以看 但是你看的话 我会不爽 但是我没有去阻止 OK我也会大大方方地给他看 但是我就是表现出我不爽 就像上次那个照片一样 那张照片对我来说 其实就是我是工作的一部分 坚持当模特 我没有这张照片的话 我可以比如说 给我的新的甲方 我可以告诉他 我能拍这种黑型的这种样片 在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是我承认 我没有告诉你 但因为我知道我告诉你 你可能会因为我跟我吵 我只是懒得 就是这种事情 所以我选择没有告诉你 你不翻我手机 什么事情都没有 是 有一天那张照片 突然挂在一个大商场的门脸上 然后巨浮的 正好他怀着孩子 走过去 夹击 你说怎么办 这事能瞒吗 不是那我也知道 我自己挤进几脸 还达不到那种程度 那你干嘛要拍呢 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啥谋生的手段 就别拿这个说事嘛 为什么一定要在石家庄拍呢 回温州就不能拍吗 可能温州的环境没有这边好 而且当时刚来的时候 也是朋友带过来的 所以说从刚开始做 就一直在杀庄那边 所以很多积累的一些 人脉资源都在这边 一下子回去的话 可能没那么方便 这么说吧 至少近几年内 也是不可能的 好 听明白了 丈夫说我的梦想是 我想自己做一点事 实际我可以理解就是 我要摆脱我家族 现在做的一些事情 让你们看到我 更大的能力 没错 什么事情 其实并不重要 我到底聚焦在哪 并不重要 只是我现在 聚焦的是自媒体 你说的意思吧 你说的太对了 好吧 其实我们现在 基本明白怎么回事了 一个女人的梦想 和一个男人的梦想 但他们结婚以后 如果还有爱 就不可能有矛盾和冲突 只是如何去安排 生活细节的问题 你们听听 老师们的建议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三大老师 你让他放弃梦想 来成就你的梦想 你觉得这和情理吗 凭什么 那我也放弃了很多 你放弃什么了 我的工作也不要了呀 但是现在不就是 要成就你的梦想 让他来放弃吗 你们可以说 我们不是一路人 我们两个人 对于人生未来的终点 所要的画面和风景不同 我要的就是 老公孩子热炕头 他要的就是 我要有一个梦想 我要脱离我的父母掌控 我要在大城市打拼 你们两个人 可能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 但是你不能捆绑这个人 让这个人说 你必须要跟着我回老家 不回老家就怎么怎么样 你们只是夫妻而已 你并不能做他人生的主宰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并不同意你现在要孩子这件事 你说好 孩子生出来之后 我就带着孩子走了 跟你没关系了 请问孩子的人生和未来 你想过吗 你以后怎么跟孩子交代啊 他以后作为孩子的父亲 怎么跟孩子解释 你太自私了 第三 他没有办法给你安全感 一个男人如果让你如此不信任的话 你又没有办法接受他现在这个职业的话 那我觉得你就趁早远离他 你不仅在折磨他 你也在折磨你自己 你为什么要让自己 至于这样的热火当中烤呢 每天在担心他 今天出去拍片 是不是跟哪个女的亲了 明天是不是跟哪个女的 要搂搂抱抱 要拉手 所以基于以上几点 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分开 就这样吧 谢谢上大老师 来 严老师 你们这场婚姻 从头开始就不是因为相爱 水到渠成在家 你说你们在一起干啥 谢谢严老师 陆琦老师 我得帮姑娘说几句 对了 就为啥对他那么苛刻呢 我觉得他有一个前提条件 有个事实摆在这儿 他2020年死掉了自己的工作 跟着他去了石家庄啊 已经在石家庄住了再年了 他难道没有为这个男人付出吗 这个时候就问题摆在他面前了 你为他做了什么吗 就是出了钱 就是给钱 是不是 那行啊 他跑到温州去 他说了我也可以给你钱 我养你啊 这句话难听是吗 那你说我给你七千块钱的时候 怎么不显难听呢 是不是一句话 你说我给你七千块钱 和他说啊 你回到温州我养你 是不是同一句话 那我跟我强真正的事我跟你讲 现在就考验你一件事 你为这段爱情做什么 你太太已经为这段爱情 花了三年时间 你做什么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认为你是个很好的老师 谢谢老师 而且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先回去当老师 然后再思考要不要这个孩子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现在你到了石家庄 你发现的不对的问题 不在于你有没有孩子 而在于你的自信心在消失 整整三年的时间 你消失的是你的自信 而这个自信不是一个孩子 能够给你补偿的 你要先回到你的领域里面 让自己的自信重新养回来 回到自己的生活状态当中 让自己重新回到那个 我不会整个人精神崩溃掉 那种状态 到那个时候再去思考 我是不是真的要有一个孩子 或者要和他有一个孩子 因为孩子是礼物 孩子不是解药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这个男人 我跟你讲 我不是完全不站在你 我永远只是有梦想的 我自己就是干这个 我就是干新媒体的 对不对 我干了那么多年 我就创业的 二十岁开始创业 职业创业 现在四十多了 创业创了二十三年 对不对 我就干这个 我跟你讲 我可以给你打包票 他这辈子就是创业 不可能做一份平平文文工作 所以我跟你讲 你曾经想的 什么当富二代 就接爸妈的办 也不可能 我爸妈也做生意的 我也没接班 跟他一模一样你知道吗 不会接的 要接早接了 接班的人不是这样的 接班的人绝对是躺平了 就是等着父母来钱了 他不会接 所以你们现在要干什么 要妥协嘛 要妥协出一个 可能的结果 打比方说 如果你认为 我从石家庄 回温州不行 不行的点在于 我不能从一个 新媒体的一个大城 去到一个小城 那好 OK 去杭州行不行 杭州的资源 难道不够好吗 你在杭州 你要做什么新媒体 你找不到人脉 找不到东西 杭州企业不够多吗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他在杭州 你能不能接受 能吗 你看 立刻变成了 另一种思辨的方式 这种思辨的方式是 你为这个家庭 做一些妥协 而不是完全放弃 你的梦想 那么 回过头来 石家庄到底有什么 让你留恋不去的 如果真的 石家庄有那么多 让你留恋不去的东西 那么你干脆说清楚 就是我这辈子 根就扎在石家庄 我真的走不了 我们两个各自 反各自的自由 我觉得可以的 所以 年轻人 你稍微想一想 做人啊 梦想固然重要 但我们最终 不可能去做那个 一将功成万古枯的人 身边的人 不可能永远为你牺牲 我们也要 为家庭做一些付出的 至于你 先回去 回去了之后 让他冷静地思考一下 想一想 真的他要扎根在石家庄 说明他在石家庄 就是有一些 他留恋不去的东西 那你就别等了 就这样 谢谢陆七老师 霓大老师 刚刚陆七老师说 石家庄有什么 石家庄有前女友啊 石家庄 还有前女友的 那一些人脉呢 所以新的城市里头 哪有故事呢 我要是你 我这一辈子 都不会来石家庄 你明明知道 他自己当初 跟你的那一趴 是怎么过的 你也知道 自己经历了 什么样的伤心 这个男人 喊你来石家庄 你居然就来了 这个男人 找你求婚 你嫁了 我就当你爱了吧 但你怎么还愿意 跟他一起来到 这个城市呢 他向你求婚的时候 难道不是 你应该告诉他说 我愿意嫁给你 你跟我走 这个城 我一步都不会踏入 因为这个城 是我的耻辱 所以在当初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付出 就是多余的 但是你付出了 所以在这个感情里头 我一点都不觉得 你有错 甚至我觉得 你打算怀个宝宝 不要他都可以 有了小朋友 回到自己父母身边之后 很可能把您过去的 这一个伤痛 都能弥合 你会发现 你的妈妈 一边唠叨着你说 嫁了人了 嫁鸡就随鸡 但一边会帮着你 一起带孩子 你会发现 当妈妈抱着他的时候 可能你也仿佛 看到了妈妈抱过的你 我们可以把家寄托 给自己的父母 我们也可以把家寄托 给孩子 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可以把家寄托 给自己 当你可以成为 你这个家里头的 顶梁柱的时候 说实话 这种自私的男人 有他可以 你就全当他锦上添花 别惹事的话 当你是个锦上添花 惹事的话 你就直接扫走算了 保证好自己的身体 然后争取早日怀上 和早日做妈妈 至于你 爱咋的咋的 行吧 没啥了 反正通过四位老师的分析 我们发现这道题并不难解 其实是有解题方案的 解题方案在谁手里 谁知道吗 核心的问题 不是还是没有安全感吗 跟孩子有关系吗 跟孩子没有关系吗 就是对这个男人不放心吗 孩子只是一个幌子吗 然后这个孩子被放大了吗 逐渐的被放大了吗 反正这段关系里 我是能看到爱的 男生对女生 大概也是有爱的 没有爱的话 这四年也坚持不过来 所以梦想都是幌子 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你们心里清楚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刚才天员老师 说我这么多 其实你我心里都知道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说 特别大的矛盾 或者是说一些什么 不信任或者什么的 其实我现在就算 在在你面前 我承认之前发生的 那些事情啊 你虽然说嘴上会经常提 但其实我知道 你心里已经过去了 不然的话 你也不会像我们 你有的时候开玩笑一样 而且我也知道 但是既然有好的方法的话 我会愿意去尝试 我也会想办法 我去改变 行 这个我们直接料方法 今天的这个选择 稍微功利性一点 好吧 就是同意回家 就是同意回家就出来 我没想好就别出来 对吧 不愿意回家 咱们在这也算给彼此 留个体面 回去之后再聊 好不好 谢谢两位 请回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我们预测一下吧 女出男不出 我其实希望 像陆金老师说的 他们双方都很有爱 还是愿意为这段 感情去包容和妥协 我希望双出 我觉得双出吧 那男生 我觉得也不至于 连这一步都不肯退吧 不肯让 不是 如果说这一步都不退 那真有大问题 那就真的是 石家装有问题了 对吧 肯定是双出嘛 来 请开门 来来来 来吧 一起见证属于 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 请进安静 来 请亮灯 早晨贵子吧 开开心心的 回家吧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请回 请回 合唱的声满子